八百多年前的一天 武夷山下的武夫镇 接纳了一位丧父的少年和他的母亲 自此少年与武夷山相伴 成长为一代理学大家 这个少年就是朱熹 朱熹的父亲在临终前 把他托付给了武夫镇的好友 抗金名将刘子宇 又写信请被誉为武夷山先生的 平山 白水 吉西三位学养身后的朋友 代为教育朱熹 在武夫镇 有一棵树林高达八百余年的古章树 镇上人说这是当年朱熹种下的 相传老师刘子辉要为朱熹取自原慧 年少的朱熹不明白慧的含义 老师告诉他 木会于根 春戎夜夫 人会于身 神明内余 这句话是说做人和做学问 要扎根深才能行远 就像树一样 没有扎实发达的根 是不会长成参天大树的 朱熹恍然大悟 便中张树以明治 从此 朱熹发奋苦读 十九岁那年他便考中了晋士 本着学而优则式的想法 二十四岁的朱熹也踏上了仕途 到福建南端的同安县任主顾一职 可是四年后 朱熹辞官不做了 他开始了新的求学之路 此后 朱熹一生都沉浸在 问取哪得 清如许 未有源头 活水来的境界中 孜孜不倦 以求新知 武夷山是朱熹理学的摇篮 武复镇是朱熹生活最久的地方 他在这里的紫阳楼住宿讲学近五十年 公元1183年 五十四岁的朱熹在九曲西畔 创办了武夷经社 也在此完成了他的重要论著 《四书章句集著》 这是朱熹对大学 论语 孟子 中庸 次部儒学经典所作的注解 为历代学者所重视 影响极其深渊 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在 《理器二字》 他认为 理是万物之根本 而器是事物的现实表现 朱熹还发展了孟子提出的 人之初性本善的理论 认为 理在人性的层面上 就体现为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的 而人性之所以有恶 是因为受到了现实的影响 通过格物置之的功夫 每个人都可以去恶存善 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 现在人们常常片面地理解 朱熹提出的 恶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实际上 朱熹肯定人合理的欲望 反对的是那些超过生存需求的 不合理欲望 朱熹对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生活理想 进行了完整而深刻的阐释 构建起了一套博大精深的 儒家思想体系 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李约瑟说 至少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 极其一致 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由于朱熹惊涉论道 武夷山闪耀着道南理窟 学达信天的荣光 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据清代《武夷山志》记载 宋元明清四代 在武夷山杰卢读书讲学的名儒就多达四十三位 古张长青 书院有存 今天在兴贤书院仍然活跃着一批诸锡理学思想的传承者 等贤时德 东风面 万子千红总是春 就像朱熹的这句诗语 武夷山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